我们来看这一题,某叫电机科学生小邦发明了一款电动感应车,简称P车 其行进路线都在双曲线方程式16分之s平方,减9分之外平方等于以上 其两点焦点F1F2为讯号发射器 当P车与两发射器的距离比为3比1时,P车的红色警示灯就会闪烁,如下图所示 试问,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当P车红色警示灯闪烁时,P车可能出现的几个位置上 要听意思呢,那么P车可能在第一向线,或者是在第二向线,可能是在这边 或者可能在第三向线,或者在这边,也可能是在第四向线 因此第一小题题目说,P车可能出现在几个位置上 所以1,2,3,4,4个向线都有,因此可能出现在四个位置上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乘第一小题,若P车在第一向线,并与两讯号发射器 连成一个三角形,是求此三角形做长等于多少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双曲线的方程式 那么因为S平方向前面的系数是正的,所以它的分母16,那么就是我们的a平方 所以a平方的值等于16,所以我们就求的a等于正的根号16,也就是等于4 那么b平方的值就等于9,所以我们b的值就等于正的根号9,也就是3 那么接着我们再利用双曲线它的关系是,也就是c平方等于a平方加上b平方 来求c的值,所以就会等于a平方是16,再加上b平方是9 那么计算结果我们得到是25,所以我们的c值就取正的根号25,所以c等于5 我们得到c的值等于5,所以我们就来计算两个焦点的距离 意思也就是说f1f2的线段长度,所以就等于2c 那么因此就是2乘5,所以我们计算得到它的长度等于10 接着题目告诉我们,如果p点,那么跟两个发射器,也就是f1f2 它们的距离比是3比1的时候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pf1比以上pf2,那么这个比值是3比1的时候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来计算,那么pf1我们计算是等于3k 那么pf2我们计算是等于k,当然这个k就不等于0 那么因此按照双曲线的定义,意思也就是说pf1减掉pf2等于取绝对值 那么这个值按照定义就等于是2a,所以pf1是3k,那么减掉pf2 我们计算是4k,取了绝对值之后等于2a 那么a的值我们已经知道是4,那么因此这里3k减k得到是2k 那么k是正的,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再取绝对值 意思也就是说这里我们得到是8,所以求得k的值那么就等于4 求得k的值等于4,我们就把它带回来 所以pf1的长度我们就得到3乘4,这里是12 那pf2的长度就是k,那么k就等于4 那么接着题目要来求三角形的周长 这个三角形就是三角形pf1,f2 那么因此我们来看它的周长是多少 所以它的周长就会等于pf1的线段长度 加上pf2的线段长度 再加上f1,f2的线段长度 所以就会等于pf1,我们计算出来是得到12 再加上pf2是4,再加上f1,f2 我们刚刚计算结果是等于10 所以计算结果我们就得到它的周长是26 所以题目要来求三角形的周长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它的周长等于26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总 WAY 感谢观看